那些为拍戏报受的演员 郑爽朱一龙没啥 看到王凯、骨头人、娱乐圈的大多数明星都比较全能 又能拍戏又能唱歌 各领域都有所尝试 要说其中难度最高的 那肯定就是拍戏 因为要求特别多 这次就是想说几位为拍戏而报受的演员们 看看他们都能逼自己到什么地步 一起往下了解吧 实际上这是错觉 光看他的身材就会改变想法 瘦道锁骨超明显 穿的小马衣服都挂不住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会掉下来 再来说说郑爽 他之前就有说过自己只要一拍戏就会报受 也正是这样 报受后的他比拥有正常身材还要持续的时间还要长 这段时间的朱一龙一直在拍戏 刚杀青就转到了新剧组 之后说的是王凯 他在拍大江大河的时候就故意报受过 不过他受的也过于厉害了 刚好领口敞开着 能看到全是那里骨头 再在上面包裹了一层皮而已 很多朋友看到后都称 这难道就是骨头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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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